欢迎来到北回二馆太空教育馆 这里是国家太空中心30周年特展 欢迎来参观 今天的Let's go大玩家 带大朋友小朋友 进入到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 北回二馆太空教育馆 听说在这里头有不同类型的展览 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探索 竟然一进门就有专业的导览人员 带领我们走进国家太空中心30特展 还详细的解说从1991年成立至今的历史 所有内容都可以在这里一览无遗 我们这边有从外太空看台湾 时代长廊 古尔摩沙卫星的故事 还有一个更好玩的无重力体验舱 那这边有许多 你所不知道的太空室都等你来发掘哦 我们这边呢是由 佛尔摩沙卫星2号跟5号来从外太空拍摄 日月潭 墾丁 还是龟山岛等等 那在这边呢是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的面向 这边可以看到福尉5号跟福尉7号它移动的路径 那福尉5号呢是以绿色的线条来呈现 那福尉7号呢它总共有6颗是黄色的区间 还有三个地面卫星接收站 还有它的各个数据的呈现 这里是无重力漂浮舱 究竟在外太空漂浮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刚开始嘉一线在推动天文太空教育的基地呢 是在于北回归线太阳馆 那因为太阳馆呢它本身是一个地标 所以我们才111年5月6号的时候呢 成立了太空馆 从成立开始呢 我们就有国家太空中心30年特展 那因为呢这个30年特展是台湾发展太空科技这个部分 它有一个完整的介绍 此外呢我们跟国家太空中心也争取到了 今年10月9号正升空的裂峰者号 它是辅助不卫7号来了解我们的气象的一个卫星 在今年10月9号的时候呢 才在法国正式升空 所以呢这个最新的卫星呢 我们也跟它争取到了 在今年的2月到4月会有一个短期的展览 在太空馆的中庭 然后呢在另外一边呢 我们正办理的是一个年TT特展 它就是透过一个密室逃脱的侦探的手法呢 让进场的学生或者参观者呢 把它化身成一个侦探 然后呢它去探索的过程里面呢 去了解到年的科学 我们觉得所谓的太空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科学 其实它跟你的日常生活 还有孩子未来的眼界的拓宽 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孩子 从他亲身的经历体验 来了解到科学学习科学 甚至于喜欢科学 以后呢甚至有可能探究科学 但是呢每一个孩子 尤其是小学的这个阶段呢 它的成长速度是等比奇数 所以呢我们为了让这个特展 它能够更大的广受众 所以我们的密室逃脱的手册是分两种 那如果用知识科学来讲 理解力比较容易达到的状况 可能是国小高年级 但是因为我们有检疫版 所以中年级左右呢 其实也还蛮合适的 那如果比较低年级呢 可能会适合家长陪同一起来做解密 然后这样子呢就可以达到亲子 共同学习科学的一个乐趣 我们除了办理特展之外 我们还有定时导览3D电影 科学电影的播放之外呢 我们还是会定期的办理科学讲座 还有亲子的科学研习 这样子的研习呢 我们可能大部分会选在周六 然后我们也会跟很多的 我们的周边的大学教授合作 那办理一些像一些科普活动 比如说科学摆摊 让它传观这样子的一些活动 嘉义竟然有那么好玩的地方 可以详细的认识卫星 看地球的面貌 观察太空的不可思议之外 还可以体验无重力漂浮的乐趣 而另一个展览 年TT工厂事件簿 从交代材质认识年度 透过科学体验体验科学 感受年的科学与生活的重要性 Let's go 大玩家 太空了 好好玩